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到主日 我们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在线上 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是 客服所期待未能实现的失落感 经文是取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 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个段落 就是第一,生命充满着期待 第二是未实现的失落感 第三,如何克服失落感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今天早上再次奉主的名 召集你的孩子 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你这位独一真神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承认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宣告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主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 来领受主你的真理 好叫我们的心田是好土壤 能够接触百倍的这个果实 主有我们同在 教导我们,教训我们 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正 主我们感谢你,赞免你,奉耶稣你,祷告 Amen 我们感谢神在2019年 我们开跑的幸福小组 我们都非常充满感恩的 我们的许多的Best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在幸福小组的策略下 我们能够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就是在一年里面 我们也向了好许多的人分享福音 这是令我们感受到非常兴奋而快乐的 因为我们能够在这样子 有效的一个策略之下 能够把福音迅速的传给 分享给许多的朋友 因为耶稣的末日已经到了 我们要在这个末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主的福音 让我们充满着期待 我们期待着2020年 我们能够有这个更加 更上一层楼的这个门讯 能够生命经历改变 能够被装备成为更有效力的一个福音传播者 收割者 Amen 这是我们对2020年的期待 当时我们是在2019年所经历的一个 非常兴奋的一个播种的一个工作 在职场上呢 我们也期待着许多的这个工程 能够继续在这个 延续这个2019年 所接下的工程的这个进行 还有这个收获 我们都期待前面的日子 我们能够在这个职场上有更大的这个学习跟表现 我们带着期待的心 从2019 踏入2020年 我们想到我们这整个人生都是充满着期待 我们小时候期待一天天的长大 长大成人后 我们能够能够好好的干一番 能够贡献社会 那长大了 我们也期待能够赚许多的钱 能够养家糊口 孝顺父母 那到了中年 我们期待能够继续赚了更多的钱 能够为着儿女的教育 为着这个 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运作等等的应对 所以我们都期待 孩子们对于这个社会 能够成为社会的栋梁 贡献社会 年老的时候 我们期待这个子孙满堂 能够生活幸福安康 身体健康的 无意无意的 这是我想我们从一个 年小到年老中 人生的一个期待 相信我们在当中的 我们有乐龄的 我们已经是在 这个含一若孙的 恭喜你 神祝福你 我们感谢神 在职场上的中年人 在打拼的 我们都是充满期待的 这个青少年人的 都对着学悦是充满着期待 能够考到好的 成绩能够进到好的 学府等等的 那我们生命都充满着期待 是的 记得1991年的时候 我们的第四任首相 马拉底医生 在他的第六个大马计划里面 唱了一个红艳 就是2020年红艳 带着期待 让我们国家能够成为先进国 这是国家的一个 奋斗的一个目标 这是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期待 也带着期待 我们期待这个疫情 能够快快的过去 疫情在这个今年爆发以来 为我们生命 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的不便 是我们没有意想过的 这个冲击 我们期待这个疫情 能够很快的过去 好 在这个 这个 未实现的一个 失落感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 那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呢 在我们人生 有许多事情的发生呢 很多时候都是意外 都是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难免会感受到这个失望 产生失落感 或许你没有考进 你所期待的一个大学 或者是学府 或许你没有办法 进到这个你想要的 的公司 工作 你所这个 向往的一个公司 里面的 里面能 这个 不被录取 那或者是你在 经常被人家 在社交生活上 在被人拒绝的 不被 朋友欢迎的 有人 这些都是我们 人生会遇到的一些的 失落感 或者是 在我们 这个身体上 我们有这个软弱 有病痛的 都不是我们期待的 我们也会感到失落 那今年2020年呢 我们看到教会的这个聚会呢 已经 从线下 搬到线上 这是我们没有 想过的 也没有 期待过的事情 但是 事情就在2020年 这样子发生了 也许当中 我们会有一些失落感 对着在线的一个聚会 还是不是很习惯 或者是我们对着 幸福小组的 这个能够继续 缘续实体的聚会 我们不能够帮到 我们现在 必须在线上 我们会有失落感吗 或者是我们对着 这个门训的一个期盼 在2019年 我们期盼这个门训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 一个装备 能够在 门训的这个装备之下 我们的生命能够 经历改变 能够被执政许多的 这个生命的 这个盲点 会被神来修改 我们期待 但是2020年的门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线上进行 我们是不是也有 这些的小 这个 这个失落感呢 我们求神来怜悯 帮助我们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 我们这个经济下调 因着这个失业率 这个 这个疫情的冲击 经济下调 这个货币 也稍微贬值了 还有我们的股市 也上上落落 不平稳 那我们看到 政治也是更是 一个重要的课题 不平稳的因素 影响着这个经济 我们也看到失业率 这个 很高 我们看到 职场上的这个工程 缓慢下来了 许多的公司 甚至是倒闭的 许多公司的 这个流动资金呢 已经是非常 紧张了 有些的这个公司 在工程的接收上 已经大大的 减少了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经济 缓慢下来的 在这个 过去这个 1991年 所提倡的 2020年 红业呢 很讽刺的 今年就是2020年 你看啊 我们今年2020年 所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看看 我们马来西亚 是不是已经 成为先进国了 可是很可惜的 我们马来西亚 依然是发展国家 发展中的国家 我们仍然 还没有看到 这个会飞行的 汽车等等的 这个先进的 国所 所 所向往的 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 当年的提倡者呢 甚至在 过去两年 接任了 成为第七任首相 这种都不是我们 可以想象到 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期待当中 他带来了 许多的失落感 是货 是福 是功 是过 就让历史来评过吧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我们会碰到许多 让人失望的事 而带来的失落感 这个生命呢 充满了期待 也带来的失落感 好 我们看到 圣经怎么说 圣经在 以赛亚书40章 第30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所以他这里讲到 人的力量不但有限 而且不可靠 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的力量 是软弱如水 无法站立的 我们看到 这个失去力量的原因 有这个几方面 有犯罪 有灰心 伤党 任意奔跑 这些道路的人生 都是使到我们 失去生命力量的 一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 第14章22节 告诉我们 我们当跑的路 甚远 而且很艰苦 所以我们的人生道路 若不靠着主的 这个力量来奔跑 我们是不能够完成的 不能够好好 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的 彼得自己也 深深的知道 自己的 这个生命的 这个软络 他在这个福音书 我们看到彼得 三次不认主 不认主 在主告诉他之前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他极力的否认 他想也不敢想 也不能够想象得到 他会三次不认 他所爱的主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 在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 他是以他 人的一个力量 去面对的时候 他不能够面对 他恐惧 他没有力量 他伤胆 他三次不认主 所以即使是他 在他的思想上 他是爱主的 他是不愿意如此行的 可是面对这样子 一个挑战的环境 他是生命失去的力量 他没有连接 依靠主的力量 来面对困境的时候 他就面对了失败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 保罗他也清楚的 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的这个生命的软络 他离开了主 他就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 腓立比书第十章 那里看到 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何克服 这个失落感呢 第一点就是 要有感恩的心 我靠主大大喜乐 因为你们关怀我的心 如今又表现了出来 其实你们一直都关怀我 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所以保罗对着腓立比人 在这个时刻 透过这个以巴福 提带来的这个礼物 跟这个服事呢 来献上感恩 保罗在这里 向腓立比人表达感恩 他向腓立比人 来讲述他的感恩的话 因为腓立比人关怀他 他就感受到这个 腓立比人对他的关怀 是真诚的关怀 是非常令他喜乐的 所以在失望的人生中 我们会难免会遇到这个失望 在人生当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失望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失落感呢 我们就开始 以感恩的这个心开始吧 然后我们以感恩的口 感恩的话语 感恩的心 我们面对一切失恩 会与我们的神跟人呢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在失望的人生中 我们要以感恩的心 感恩的口为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就是包括了一切不好的环境 在这个不好的大环境里面 他都会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只要我们爱神 我们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 我们回应神的旨意的人 我们是爱神的人 所有一切的这个大环境 都会成为 这个为我们效力的一个环境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克服失落感 我们先学习保罗 那种感恩的心开始 在世上我们会有这个痛苦 会失落 可是我们得安慰 因为《奇事录》二十一章 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Hallelujah 我们在世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虽然有这个失落感 有这个伤痛 有这个眼泪 但是神要把这眼泪擦干 在这个末世 在这个永恒里面 神要帮助我们把眼泪擦掉 把这个身子把死亡除掉 把这个悲哀 哭号疼痛 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的疼痛 不舒服 它都要除掉 因为在永恒里面 我们是健康的 我们是充满神的喜乐的 Hallelujah 在《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那里继续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失落感 第二点 我们要有知足的心 保罗说 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 因为我已经学会 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所以保罗真诚感谢 《菲利比人》的这个礼物 但是保罗呢 他不依靠 也不练见这些物质的东西 因为他在这个困境的时候呢 他也告诉这个 在十一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 他不是因为缺乏 生命中缺乏 而现在有这个礼物 来到他身边 他对着这个 所以他开始对这个 《菲利比人》呢 说这个感恩的话 他不是因为这个 单单因为这个礼物的缘故 当然礼物是好的 对着他的这个需要 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说 他已经学会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知足 保罗告诉我们 如何克服这个失落感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 要有知足的心 知足的心 我们的这个知足的心 能够帮助我们 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人的帮助 人的安慰 在这个人的这个礼物之下 这一切都是好的 但是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老我的生命 常常会影响着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掉在一个 一个这个 饥渴的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会 因着老我的影响 我们会期待 过度的期待 更多的人的帮助 更多人的安慰 更多人 更多的人的这个 来的这个礼物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人的这个帮助 安慰跟这个 这个礼物都是 都是好 但是他却是有限的 他是不可靠的 他会过去的 只有这个 神的安慰 神的这个 同在 神的这个礼物 才是我们要 依靠的 今天呢 教会来一起学习 如何依靠 耶稣在什么 让我们能够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的生命 都能够 有这个知足 是的 保罗的知足 并非他来自 对这个物质上的 要 这个 依靠 而是来自 他对 耶稣 是他生命 供应者的一个 依靠 所以他说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表明呢 知足呢 不是这个天生就有的 保罗坦白说 他是学习回来的 靠耶稣 在生命中学习 操念 不停的操念 而学会的 所以这个知足的心 需要是操念的 需要靠主来学习的 不是我们 成为基督徒就有的 所以不知足呢 不知足的一个生命呢 它会带来许多的 各个苦恼 罪恶 它带来的许多的不平安 不喜乐 干渴 烦躁 和不能够忍耐 我们看到 叶伯告诉我们说 叶伯说 我言是侧身而来 也必侧身归回 我们感谢神 叶伯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世上 都是空空的 空手的来到 那有一天 我们要回去 神那里 也是空空的 双手空空的 只有我们能够 把透过 这个 属灵的 这个灵魂的收割 带给耶稣 Amen 保罗说 无论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因为我们言是神所造的 活的只是为主而活 随他的安排 神会带领我们 走这个地上的路 让我们就按照神的带领 顺服谦卑在神面前 继续跟随神 让这个生命满有知足 Amen 世上的苦难 都是暂时的 我们还有极大的盼望 在将来的天上 Ame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一位这个叫 法兰克医师 他是犹太人 他被德国军 抓进这个死亡的 纪中云 我们知道 纪中云 可以进去 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 渺小的一个机会 许多人都进了去 会死的 因为这个法国军队 他们很 他会很残忍的 来虐待 来杀害犹太人 他是这个 法兰克 他是医师 可是他进到这个 这个 集中营的时候 他的 他就被安排成为 这个奴隶 奴隶来做苦工 在营中来做苦工 所以他的这个父母 兄弟跟妻子 都死在这个 死亡的集中营里面 但是感谢神 这个法兰克呢 他能够 蒙神怜悯 能够在这个 死亡的集中营里面 在这个战争结束后 能够活着走出来 他是少数的 这个人 能够走出来的人 所以他 在他的自传里面 他写了 他在集中营的一个经历 感谢神 他其中一段 他写到 人身上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被夺走 一瞬间的被夺走 是的 我们在世上的身份 地位 我们的这个财产 我们所有一切的物质上的 所掌握在手上的 都可能某种的原因 一瞬间就消失 我们的健康也是 可以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我们看到这个COVID-19 我们2019年 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 这个可以想象到 这事情会对我们这个环境 会对我们健康 会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运作 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是的 这个法兰克医师所讲的 他所观察到的 这个事情呢 是很真实的 人身上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在一瞬间 被夺走 接下来第二句 更有趣 更有这个益处 就是讲到 但任何人也不能夺走 他对环境的 知足的态度 所以他讲到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呢 可以夺走一个人 对环境的一个 知足的态度 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是没有办法 选择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这个出生 我们的这个家庭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这个工作 我们的公司等等 有时候很多时候 不是轮到我们 可以做选择的 但是我们可以 能够选择 我们生命中 面对事情的一个态度 保罗给我们 立下了好榜样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可以知足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中 要来操练自主的一个生命 总有做这个选择的机会 是的 人生 我们还是有一些的时刻 一些的机会 我们需要做选择 但是不同的选择 将带来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也会 做不对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遭遇到 这个失落 遭遇到这个伤害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选择 也会带来相应的一个结果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COVID-19 还有经济不景气 还有CMCO等等的 一个冲击之下 我们有这个选择 我们选择 要怎样来面对 我们教会在线上聚会了 一段日子 目前还是继续在线上 当然我们还是有选择 要怎样来 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 让我们一起 教会一起来学习 唯独依靠那位已经复活 做公道如今的基督 得能力过每一天的生活 这就是密切了 这就是第二个 我们所谈的 知足的心 成为这个 克服失落感的一个秘诀 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讲到第三个秘诀 就是与主连结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在福音书也讲到 离了我 就是离了耶稣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奔跑 这个实际道路是 不能够以我们 这个属肉体的力量去奔跑 只有在主耶稣里面 才能找到的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以主连结 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 就来到神面前来祈求 等候重新得力 耶稣也自己也立下一个板样 他在面对十字架的刑罚的时候 在克西玛林园里面呢 这个一个晚上 前一晚在刑罚前一晚呢 他也服服在地 宝告上帝 求上帝 求阿爸天父 加他力量 是的 我们看到 这个要与主连结 来支起我们能够在地上 过得生生活的一个力量 克服这个失落感的一个力量 上帝期待我们活出一种 凭着自己永远不能够活出的一个生命 他也期待我们做 那些凭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做的工作 然而 借着上帝丰盛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跟生活 而且我们能够做这样子的生活 工作是因为生命 乃是基督自己 我们是连结于基督 靠着基督大能而活出来的 所以我们时时要靠着耶稣基督 连结于基督做刚强的人 将交力失落感交给他 我们在诗篇我们看到 他诗篇劝告我们说 我们纵明当时时依靠他 在他面前清心吐义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的 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 跟神清心吐义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亲近神 神必加添力量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奔跑十架的道路上 是有能力的 克服我们的失落感 Hallelujah 我们祷告我们的心 我们心要称颂耶华 时时要称颂耶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 以和恩慈 慈悲为我们的冠冕 Amen 这是诗篇103篇2到4节 我们感谢神 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要来帮助我们 来克服这个失落感 透过感恩的心 感恩的口 透过这个知足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透过以主实时连接的一个生命 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克服失落感的一个生命当中 让我们像这个圣经所说的 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利商加利 在语福所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靠祂加给我们的力量 去做一切的事 祂这里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 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哈利路亚 以主连接时 我们能够以祂的大能大力连接上 让我们能够 在这个幸福小组的一个季节里面 在我们的幸福门训的一个季节里面 我们继续祷告 继续连接一组 与圣灵同工 在这个每一个的幸福小组的进行当中 我们宣告 主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全能的同在 私下大大的彰显在 每一次的一个幸福小组聚会里面 我们的best one的朋友 都要跪拜在主面前 悔改认罪在主面前 Amen 人的心要被夺回 归顺给主 Amen Amen 哈利路亚 所以在结论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几点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里面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期待 我们都会有经历到失落 会有领受 我们都会有这个阳光的日子 我们也会有这个阴霾满布的时刻 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充满着这个 甜酸苦辣的一个人生 到底我们会期待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生 怎样来回应生命呢 西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劝勉我们说 主要于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哈利路亚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勇敢的心 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我们必须忍耐 我们必须行完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所应许的 在永恒里的应许 哈利路亚 这是一个非常蒙福 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人生 以今生来唤起永生 让今生的一个勇敢的心 忍耐的心 能够得蒙神的喜悦 能够行使在神的旨意当中 能够得到上帝永恒的一个允许的祝福 哈利路亚 不管我们是谁 不管我们在哪里 也不管我们感觉如何 也不管我们觉得人生很光明 或者是很阴暗 我们都必须勇敢的行过 我们在地上的人生路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今天早上再次的带领我们 来到神里面前 来一同来敬拜神里 主啊 祢告诉我们 人生充满了许多的选择 充满了许多的期待 也充满了许多期待的结果 无论是失落 无论是满意 无论是喜悦的 主啊 失落感是那么的真实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这个非常 一个挑战的一个环境 我们看到我们国家 有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看到国家经济也萧条 在各行各业都受到极大的冲击 主啊 我们看到这个职场上的 这个缓慢等等 工程的缓慢 这个经济的这个疲惫 主我们求神你 保守联名 教会 教会的这个属灵光景是要不一样的 是要活泼的 是要有勇敢的 是要有这个热情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宣告教会是突破这个环境 不受环境的捆绑 不受环境的这个残劳 而是我超越环境的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这不是依靠人的能力 乃是依靠 因为教会连接于基督 而是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能力 透过教会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 主啊 主啊 让教会谦卑 让教会 福福在主你面前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啊 我们也 今天我们也学习到三点克服 这个失落感的这个三点 第一点 让我们能够学习 有一个感恩的心 从我们感恩的口开始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的心 不再自私 让我们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 不只是看顾自己而已 来是能够看到 施恩会给我们的人事物 整个环境 更重要的是 看到施恩点给我们的神 主啊 让我们实实感恩于神 实实感恩于 受恩会于我们的人 主啊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能够活在第二个 克服失落感的生命当中 就是知足的生命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让我们能够以 神的这个知足 这个圣洁的生命 能够有操念 能够 能够再透过生命的 这个操念 能够学会 像保罗学会那样子 主啊 我们也看到第三点 神你告诉我们 要与你的这个 生命连结 主啊 让教会葛墨你 让教会实时 来 来到神你面前 亲近神你的时候 你就彰显给教会看 让我们能够跟你的 生命连结 跟你的能力连结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 来奔走 奔跑这个 在世的这个天路 背起施加来奔跑天路 主啊 你我们同在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宣告 今天要继续祝福我们 奉耶稣名祷告 Amen 弟兄弟妹加油 神祝福你 经历祂的真理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